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资讯不对等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 我做个媒体工作应该像你致歉说 竟然都忽略了 我觉得我今天带着一种愧疚说 我们应该让这些偏远的线份 有更多的话语权 是的 所以我跟县长说 以后是不是一两个月来一次好不好 好啊 重大的旅游活动 招商活动 国际会议 包括介绍闽东的文化 各种时机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谢谢 谢谢福大哥 感谢 请观众朋友看了 我这个节目 其实我一直强调文艺复兴 我为什么在节目 特别重视文艺复兴 等一下 由县长就要跟我们谈 马祖的文艺复兴 县长你是 非常难得 秀宅 考上台北医学大学 然后 在台湾受非常好的训练 包括台大公文研究所毕业 什么时候要回乡 回马祖去 从事医疗工作 什么时候回去 主要我是 马祖早年是暂地 医疗资源非常的缺乏 所以说我是公废训练 台北医学大学的医学系 所以说我必须回到家乡 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所以说我毕业以后就先回去 然后再过来 龙总马街 完成一个训练以后 再练完研究所 然后再回去马祖继续 从事医疗工作 然后从医生 做到医院的院长 做到卫生局局长 现在在主持我们连江县的县证 希望说能够 借由这县证 能够为马祖带来更好 更繁荣的马祖 即使做卫生局长也是一个 我们说的技术官僚 是的 什么情况下参选县长 然后走向仕途 人在哪里 我想就是当医生 就是应该要救人 为病患服务 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将近三十几年 那我发现如果说 我在这三十年从医生 院长到局长 我把马祖的整个医疗环境 有很大的改善 马祖以前的死亡率是高于台湾地区很多的 但是我在卫生局局长认为 就是以改善整个乡亲的健康 从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出发 然后培养能力改善医疗环境 整个改善马祖医疗环境 目前全国最长寿的县是连江县 我们的平均预命是86岁 比台北市的83岁还高 长寿村 是 长寿村 所以说马祖从医疗最落后到现在变成是最长寿的县 我发觉一个制度一个政策 可以改变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那马祖过去因为在占地 其实是被忽略的一个地方 它各项建设早年是因为占地 都是以国防以战备为主 那很多的建设是被忽略的 那现在两岸关系缓和 我觉得马祖有机会加速建设 如果它的方向它的政策是对的 我想对马祖乡亲 对整个马祖的这个改善是非常重大 所以基于这样子 我就在乡亲的支持之下 就放弃了医疗工作来选择这个政治 希望说能够引领马祖走向一个 更进步方式的抗床大道 我要向我们的观众至于的 李登辉前送的报告 医生不只赖院长 科市长以及嘉义市的图市长 还有临江县的刘甄应县长 多一位 李总统向他报告 战地风情 过去马祖在戒严时代 比如说我们上周我介绍 还介绍金马小姐 公路局的车子 到目前为止 战地政务所留下的 马祖的特殊的景观是什么 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介绍 是好我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介绍 刚刚胡大哥有讲到 马祖是最远的一个现份 的确马祖对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来说 他是马祖是最北的一个江户 在北纬26度 他跟台湾距离就是100多海里 但是跟大陆只有8海里 近在支持 所以早年在两岸对峙年代 就是马祖是前线 是战地 是实施军广 那所有的力量是投入国防建设 全民皆兵 那时候我们是非常的辛苦 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 我自己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面 那个年代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们也觉得说 马祖作为前线 就是为了我们台湾海峡的安全 为了我们台湾的进步繁荣 真的也立下了不可替代的汉马功劳 那现在两岸情势黄河 这些的占地建筑 不管是坑道 据点 碉堡 现在反而转化为一个 非常热门的观光景点 那两岸情势反合 我们过去以战备为主 现在我们以发展观光为主 那战地期间的各种建筑 战地风情 这些鬼斧神宫的建筑 像大家或许很熟悉的 八八坑道是藏我们的酒 我们酒就藏在八八坑道里面 我们的好酒 还有北海坑道的一个弟弟的码头 可以咬乳 可以欣赏蓝眼泪 真的是鬼斧神宫 那我们也有的那个胜利宝 变成一个战地博物馆 那有的据点变成咖啡馆 变成民宿 都非常适合国人去那边旅游 度假 同时去回忆两岸对峙年代的一些历史背景 我刚刚特别请教县长 目前马祖有大约人口一万两千名 反而在台湾奔岛有十三万 怎么改变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洗车子 有一位洗车行的老板 就是你马祖人 他说他一定要移民来台湾 为什么 他说为了子女教育 他儿子很用功 他为了子女教育开洗车店 儿子现在读台科大 非常优秀 是不是很多类似这种 为了子女教育 为了未来发展 然后从内部移民从马祖移民到台湾本土 多不多 很多 在六十几年代 在民国六十几年五十几年 因为两岸对峙 你天天都听到那个炮声 我们真的是在炮火下长大 生命会受到威胁的 再加上交通的不便 医疗教育资讯都是非常的不足 那有时候乡亲为了生活打拼 为了改善你的教育 为了医疗 所以说不得已就是离乡背景 就迁居台湾 到目前为止 在台湾的马祖籍的乡亲 大概有四三万多 那最多的是在桃园 那桃园的政治长常常跟我说 他照顾的马祖人比我还多 在桃园就将近五万人 桃园的八德乡 大南 已经被一个群聚效应 群聚效应 是的 那么请问在巴德区 马祖人主要从事哪个行业还是什么都有 其实各函各业都有 做生意的 然后公教人员都有 各函各业 各函各业都有 台湾有一个龙缸也是云贵 云南人特别多 云南人都有很多特殊效应 蓝眼泪可以说是举世知名的一个生态景观 我们等一下会播放蓝眼泪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蓝眼泪 但是他早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生态文化景观 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 包括我们海外台桥 是 那马祖的蓝眼泪是非常梦惶 被CNN报导是全世界避抗的 一生避抗的四五大生态景观 因为马祖在闽江口这样子的一个海域 打造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它是一种夜观早 在海浪波动拍集延暗的时候 就发出闪闪的亮光蓝光 在每年的四到五月六月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样子梦幻的一个蓝眼泪 那也是造成目前 马祖观光热潮的一个重要亮点 大家为了能够医读这种 如梦似幻的蓝眼泪 就是在每年的夏季春季的时候 在追求蓝眼泪 它就是海浪拍达到原始就发出闪闪的亮光 特别在一年的春天夏天的时候 你如果在沙滩上 走动就可以看到三层的发光 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生态 请问这怎么会造成这个 然后为什么要叫蓝眼泪 是什么生态下的现象 它是一种夜观早 我们目前跟国立海岸大学合作 在做蓝眼泪的生态研究 我们也在计划 在建设一个蓝眼泪的生态馆 目前对于整个蓝眼泪的生态 我们在进行研究 海浪大学初步的研究 它是一种夜观早 那目前看起来是食物链 最底下的一个城 它在每年的秋冬之际 因为闽江 马祖是在闽江口 因为闽江口的水 在河海交界处 造成这样子的环境 可以造成这种夜观早的大量防止 那经过海浪的喷打 就发出一种自然的难关 然后现在连江县里面 配合蓝眼泪 有类似一个旅游节 或者旅游的促销活动 我们在每年的春天秋天 就是规划蓝眼泪的欣赏游城 在岸上也可以搭船去欣赏游城 那时候是一票难求 不管是两岸的游客 或者是国际的游客 都会聚集在马祖 在欣赏这个蓝眼泪 我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报告 美国CNN票选全世界 十五大必去的景点 台湾本岛没有 而马祖的蓝眼泪 我很希望大家珍惜 非常优美的生态资源 还有梅花鹿是不是 哪个岛有梅花鹿 怎么引进的 梅花鹿这个故事 还是有土生土长的 这是我们台湾 全种的台湾梅花鹿 早年就是马祖 因为战地 要维持自给自足的这种战备 所以说有养了一些梅花鹿 在两岸情势缓和以后 就是把梅花鹿泛养到一个大丘岛上 那经过这二十多年 它已经繁殖到一百多只 将近两百只 那在这个大丘岛上 就是配合这种岛屿风光 海天一色的景象 再看这个面对大海的这种 星罗旗部的岛礁 许多游客到了这个大丘岛 都会流连忘房 都觉得比日本 耐然的这个梅花鹿更漂亮 因为在岛屿上的这种风光 更是令人流连忘房 所以说马祖除了蓝银类之外 它还有梅花鹿等的生态环境 我们目前正积极地规划 大丘整个的梅花鹿生态岛 提供国人旅游一个 很好的一个旅游环境 几天前我几位朋友 刚好到马祖游 马拉松比赛 我看到马总统也去 这是什么 你们有每年的马拉松比赛 我们在11月11号 刚刚办完我们第三届的国际马拉松 对马总统也是第二次 丽临马祖参与我们这样子马拉松比赛 那三千多位跑者 对马祖的马拉松 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马祖的马拉松非常的硬 非常的具有挑战性 朋友说风 逆风 风特别大 风也比较大 但最重要的 它道路都是印第的马拉松 然后高低起伏非常大 他们统计 跑者统计 跑完42公里 上层的坡度将近1300公尺 所以说非常具有挑战性 而且除了它具有挑战性之外 它整个沿途你可以看到非常明媚的岛屿风光 还有会经过许许多多的占地的建筑 碉堡坑道 还有看到许许多热情的 阿兵哥 还有军民为你热情的加油 你还会经过一个 一年只开放一次的一个 很神秘的一个南北坑道 你穿过那个喷道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这种 当年两岸对峙那种肃杀的气氛 那种枪声炮声 打树声 还有各种的枪炮 所以说马祖马拉松 让所有的跑者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在这里也要邀请国人 明年继续来参加我们马祖马拉松 我要向我们观众朋友 包括海外的淘汰 其实我们面对金文马祖这两个岛 应该怀着感谢 不管你是什么意识形态 没有这两个岛的岛民的 他们的县民的牺牲 也不要忘了还是保卫台湾的前线 闽东文化建筑 这是马拉松照片 这是马拉松照片 你看这个非常的壮观 三千多人参加 在这个岛上是一件大事 这是马祖马拉松 前面这些是 这个是马祖道地 这个闽东文化的公仔 这是一个经典画面 我们都希望有意到马祖参加 可以明年请找 闽东文化建筑是我们要特别请教 就是在台湾 基本上台湾本岛或是澎湖 包括基本是闽南建筑 马祖宁江先生 目前唯一保持闽东文化建筑景观 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 向我们的海内外观众报告 是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报告 就是我们台湾主要是闽南文化 包含台湾本岛金门澎湖 那只有马祖是不同于闽南文化的闽东文化 那它的差别除了语言 讲的话是不太一样 不是讲闽南话 讲的是福州话 那饮食习惯也不太一样 那最特别的是 我们的建筑是闽东式的建筑 它的屋顶是五基四坡 是红色的瓦 那墙是花干岩的石墙 那屋内是福州山 具有这种福州山的香气 然后沿着这个山坡 这样是石阶上建筑 是非常漂亮的这种山城 所以在面对着这种港湾澳口 是非常漂亮 那马祖最有名的就秦碧山城 像极了一个地中海的风景 那我们很多人想去欧洲 看这个地中海的风景 其实到马祖 觉得这里比地中海还漂亮 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那边度假 然后去体会不一样的 这个明东文化 我倒希望利用这个机会 来替马祖来行销 如果台湾要飞马祖 从哪个地方坐飞机过去 或坐轮船过去方便 然后大约几天几天几夜行程最好 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 向我们的国人 或者我们海外的观众来报告 对 马祖卸下这个战地 这个神秘面纱以后 现在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 一个旅游地区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马祖是不是很远 其实现在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从台北坐飞机到马祖 不管是南干机场 北干机场 大概只要45分钟到50分钟的寒程 大概到花莲 台北到花莲差不多 对 对 对 然后晚上也有每天晚上 从基隆有一艘我们台马之星 晚上11点可以坐船 到东营或者到马祖 就要早上6点 7点就到 搭船也是非常舒适的 所以说现在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马祖它是分散的岛屿 包含我们南干乡 北干乡 举光乡 跟东营乡 如果说去马祖旅游 我是建议应该要放慢脚步 很轻松地去体会这个岛屿的风光 最好能够安排三天两夜的行程 如果你真的行程很充满 大概两天一夜是可以 当然有时候出差 当然早上去下午回来 那是没有办法去旅游 如果真的要深入地去旅游 游马祖的四项五岛 最好是五天四夜或者六天五夜 我也发现很多很悠闲的 它是跳岛旅游 它就在那边住一个礼拜 每个岛这样的 因为每个岛都有不同的特色 不同的风光 不同的特色可以让你 交通不是问题 但是住宿的民宿或者旅馆 有没有问题 目前我们这两年民宿增加了66% 目前我们全部每天可以容纳的 是可以超过3000人 而且民宿都非常有特色 像那个群蔽聚落 以前是一个保存很往上的聚落 现在全部变成民宿 咖啡店 减餐店 所以在那里可以找到非常有特色 非常安静 或者靠海边的民宿 非常适合度假 所以基本上是很有特色的一个 旅游度假的地区 现场今天带非常多的 我想先介绍 我看到我们小时候最熟悉 那个七光饼是不是 就七季光的饼 七季光饼 对 七季光饼 跟七季光有关 对 所有的游客来马祖 一定会买的这个伴手礼 当然一个是我们的酒 我们的高粱酒 我们的马祖老酒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季光饼 季光饼是我们最传统的这种食物 它可以做成各种的 我们叫做马祖汉堡 可以夹各种的芽仔煎 蛋 或者是肉 都可以 它是有很多的吃法 跟七季光真的有关系吗 有关系 什么渊源 因为当年七季光在福建沿海 就是打倭寇的时候 他可以行军很快 让倭寇看不到他的中心 就是他带着这个机关饼 他把中间有一个洞 他都穿成一串一串 每一个士兵就背着 他行军就很快速 然后配合福建沿岸三泉水 他就可以行军速度很快 那留不下 就不需要埋锅造访 所以说那时候是七季光的时候 造成这个 发明的这个季光饼当做干粮 它是面粉加上芝麻是很有营养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马祖汉堡 有多层的口味 是非常越咬越香 所以大家来马祖一定要体会一下 或者买这个鸡 我想很多人一定很好奇 什么是一个名字叫麻祖汉堡 明山 上次陈福海县长也是一条金门的面线 麻祖的线叫做老酒面线 为什么跟酒有关系 是 麻祖它是一个酒非常好的地方 它在北纬26度 全世界最好的白酒都是在这个维度 包含贵州的茅台 因为它的温度湿度 还有空气中的菌种最适合酿酒 那马祖的酒两种一种是我们的老酒 这个老酒就是马英酒总统跟习近平 在新加坡碰面的时候 喝的就是我们的马祖老酒 致辞以后马祖老酒就参销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马祖的高燃酒 我们今年第一次参加 旧金章全世界烈酒大赛 在两千多项的这个白酒比赛中 我们的这一款的十五年成高 就得到最好的双金百甲 最佳白酒 也是我们台湾之官 台湾之官 所以说来马祖他们一定会买我们的酒 还有我们的季冠品 那为什么这个老酒面线 老酒面线 来马祖除了欣赏马祖的美景特色文化之外 一定要品尝马祖的美食 美食 马祖的美食 传统的美食跟台湾不太一样 福州菜 福州菜 福州料理 对 福州菜 最正宗的福州菜 在马祖 在马祖 燕角鱼网 燕角鱼网 还有红糟料理 红糟肉 还有四季的海鲜 闽江口的海鲜 那老酒面线就是我们很传统的一个美食 那我们用老酒料理煎个蛋 再加上我们这个成年老酒提味 它的味道是非常棒的 那台湾有一个就是台酒有一个花雕鸡 花雕酒鸡面 非常热买 那最近我们刚刚才推出这个老酒面线 两天就卖关了 那苹果日报做了一个马祖老酒面线 跟台酒的花雕鸡面的这个PK 结果马祖老酒面线胜出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特别喜欢马祖老酒面 它的口感 它的味道 还加上马祖老酒的酒香 我坦白讲 我发觉到我们这个县长 你是行销专家 是 如鼠佳珍 我觉得你是很好的Sales 你今天也是马祖叫卖哥 是 我就是说 你很懂得行销 很多人 简单明了重点 是 会如此不可 是不是做县长 对 不是 很多人就像福大哥说 资讯不对等 很多人对马祖是陌生的 但是马祖真的是 很特殊 很有魅力 非常有吸引力 那所以说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一定要把马祖的重要特色 让国人们知道 下次一定要安排 过年快到了 安排到马祖 三天两夜 或者是五天六天 跟日本行程差不多 记得买 季光饼 还有老酒面线 还要买一些酒 当作礼物 这是得到国际金牌奖的 是 马祖跟马祖有关系吗 马祖 这马祖 有关系吗 马祖 就是因为马祖 相传 魅州 末梁 就头海旧 是飘到 马祖 这个岛上 那先人就是把他站在 这个马祖岛的一个海边 现在还存有一个石房 一个淋血 所以不是在明州 不是 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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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的马祖 飘到 对 它是头海旧 飘到 马祖这个岛 所以说 马祖是因为 马祖而得名 后来部队 撤到马祖以后 觉得这个 马祖 就缺乏羊肝之气 就改成马祖 所以它原来这个岛 就叫做 我不能叫马祖 呼作什么话音 呼作话怎么评 就是 马祖 马祖 对 那里我们除了 留有它最原始的一个 淋血之外 我们 还有全世界最高的 马祖 巨神像 非常漂亮 我们这马祖宗教园区 那所有游客到马祖 一定也会到 这个马祖宗教园区 这个高 全部是花干石 盖成的 高29.6公尺 等于是全世界最高的 马祖巨神像 那非常的专业 壮观 是 然后面对这个大海 是所有游客去马祖避坎 所以说 马祖也是因为 马祖得名 那我们台湾 马祖的信徒 有几百万 所以说马祖的信徒 应该医生 也要到马祖去 祭拜一次 所以里面有整修 就是马祖 他的林墨良的 林园 对 林园 对 上一次 那个 10月28号 我们行政院 赖清的院去马祖 他也去那边上乡 他也说 我们马祖信徒 都应该来马祖一趟 对 有个地方跟马祖有关 就是澳门 澳门 这个葡萄花叫 马靠 马靠 其实就是马祖京 是 因为原来那个地方 有一家马祖庙 马祖京 变成后来马靠 澳门跟马祖有关系 我们来谈 马祖 是台湾的北疆 中华民国北疆 但是 我必须讲 他的行政资源 资讯资源 绝对是不对等 我觉得 我在做这个访谈 觉得 我们媒体 我希望我们 越来越多的媒体 像跟我一样 主动邀访 像金 马 跟鹏 这三个外岛的县市长 包括他们的很多 我为了邀请他们的专家来谈 是 多认识台湾 台湾不是只有本岛而已 有限资源 我知道你经常召开一些 国际性的研讨会 是 目前你也规划 马祖永续发展研讨会 能不能把最近所办的研讨会 向大家报告 是 我想就是 我接掌宪政 我觉得马祖真的资源有限 那另外就是 也是被一个忽略的地方 那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掌握 有限的资源 做最有效的利润 就是要掌握住 施政的方向 所以说我现在 正在规划 马祖 永续发展 我们现在正在弥近 马祖2030年 永续发展白皮书 这是 我们 目前正在积极研讨的 还有 连江县的综合发展计划 108年到 119年 我们希望说能够 破坏 马祖未来建设的蓝图 然后建设规划全方位的一个建设方向 所以说最近我们在各项办理工厅会 然后各局是做横向的联系 那我们在10月的19到21号 在举办就是一个研讨会 马祖永续发展研讨会 以再度出发国际接轨为主题 列定七个主要的议题 希望绿定马祖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希望把有限的资源 做最有效的利润 为马祖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不要忘了 我们今天的县长 他不只是一个肠胃科 癌症专家 他本身也是公共卫生专家 他把他的公卫专才 变成马祖2030永续发展白皮书 我不知道我们的其他县市长 会不会规划到2030 应该来自他的公卫常才 包括连江县综合发展计划 我在从现在开始 未来我希望以后 请县长一两个月来一次 是 非常谢谢 你来做报告 是 就会刺激其他的县市长 是 也来做报告 面对全国 谢谢 公托 公共托育中心 这是我所遇到的 任何的县市首长 跟县市议员 头头脖 摸在手 最不能解决的 你在 至少你可以实验 马祖毕竟胡言小 是 你怎么把公共托育中心的问题解决 用这个机会 跟其他县市长做报告 我想 现在年轻人 尤其年轻的父母亲 对于托育 养育 孩子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那马祖在发展 必须需要很多的年轻人 投入地方的建设 那我觉得就是要 减轻他们的负担 让他们全心全力的 投入地方的建设 包含对老年人的照顾 包含对幼儿 新生儿的照顾 所以说我在去年 已经完成我们全线的幼托 幼托就是 我们幼稚园是收到 向下收到两岁 那剩下的就是 零岁到两岁的公托 我们在 我在第一年上任的 就在东营完成的公托 把东营乡的 公托的问题解决 那今年我在最大的 南甘乡也完成公托 那这两个乡完成公托 就已经完成我们全线 大概百分之六七十的 一个服务员 请问有收费还是免费 还是不住 很低的费用 我们大概一个月 只收五千块到八千块 所以非常的这个 低廉的加量 就是父母去上班 然后做公托中心 对对 我们收费是八千 但是父母亲 我们再补贴三天 所以它只要五千块的费用 所以五千对当地人来说 是一个可以承担的费用 可以承担的费用 是 对年轻的父母 特别在工作 所以已经 你说在东营 东营跟南甘 已经开始实验 已经 东营跟南甘已经在实施 所以你其他地方 几个岛屿都会 然后我计划在明年 在另外的两个厢 北甘厢跟菊关厢实施 就是明年就可以全面的实施 我倒建议 我们的县市首长跟县市议员 不妨到马祖做实地的观察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公共卫生船 是 那个专才的运用 是 青年示范住宅 我要先请教 请问 马祖人回乡 回馈多不多 几乎所有受访的县市 都说 比如说屏东县县县 你回来种 种垫 种垫 或回来种田 很多比较偏向这样说 那么 马祖你作为县县 有呼吁你们的子弟回乡 回馈县值吗 是 我想 马祖的希望 一定是年轻人 我们一定要 打造年轻人 非常好的一个 创业就业的环境 那打造好的就业环境 就要让年轻人 没有后顾之忧 给他比较多的机会 除了刚刚对老年人的照顾 对小孩子 新生号的照顾之外 另外就解决他住的问题 所以说我让年轻人 可以买到 我们很便宜的 这个四方住宅 所以说我在规划一个 仁爱一世期的土地 把一个社区 盖200多户的四方住宅 解决年轻人住的问题 那年轻人就可以 安心的投入工作 那这两年 马祖观光 快速的发展 各行客业几乎是 欣欣向荣 那年轻人 就愿意回乡 投入地方的建设 不管是展店 开民宿 开这个 从事导游 旅游相关的行业 我就发觉越来越多 所以回流的不少 回流的越来多 那我请教 一个具体好不好 比如瓶数多少 大概几瓶 大概花费多少 可以买一个 你所规划的 清零示范住宅 是 我们清零示范住宅 屏数有25瓶到45瓶 有三种款式 有两房的 三房的 四房的 一瓶大概多少 一瓶大概四二万多 那如果买一个 三四十瓶的 多少钱 三四十瓶的 大概就三四百万 对 二十五瓶的 大概就是 两百多万到三百万 所以它还承担起 三百万还承担起 因为还有贷款 六成五的贷款 只要自备款 就是 自备款只要35% 我们大概 大约一百万 如果自备一百万 大概左右 就可以承担了 对 然后它照着 这个盖的进入 所以负担不会很重 所以这个解决了 很多人回乡的 住宅问题 我早觉得 因为马祖 小红很多实验 相当亮眼 海洋学 马祖有蓝眼泪 有那么多生态 你们是不是争取 海洋大学的 分校的设立 现在开始运作没有 是 马祖有大学吗 马祖过去没有大学 有国立金门大学 有国立的大学吗 大专业校 过去没有 过去马祖只有一个 名传的研究所专办 是缺乏大学高等教育 但是马祖是在 敏江口 它的周边海域是非常珍贵 也是非常丰富的海洋资源 所以说我就积极的 希望能够设立 海洋大学八祖校区 那透过教育部 以及海洋大学张清风校长 跟我们共同努力 我们今年已经完成 第一届的招生 我们一共有三个系 海洋工程管理学系 海洋科技管理学系 还有海洋生物管理学系 海洋生物科技学系 三个系 我们一共招收94个学生 三个入生 一个原住民 还有90位我们国人 我们招生入取率是百分之百 一共有600多位学生申请 我们入取94位 所以说我们是跨足 是非常成功的第一步 这对马祖整个未来的发展 特别是海洋资源的一个利用 海洋科技 海洋学术的研究室 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我发觉到我们的外岛的县市所长 澎湖 金门干 连江 每个县长都要应用最有限资源 把它挤大发 而且你们的论述能力都非常好 交通问题 台马轮的问题 以及黄崎航线的开通 这是你们对外交通 除了飞机以外最重要 你们介绍 那马祖跟大陆是尽在支持 以前两岸对峙的时候 是占地 是前线 但是两岸情势黄和 马祖黄和是两岸连通的一个枢纽 那从过去 两岸全面的大山东 也是从两岸的 就是马祖跟金门的小山东开始 那马祖原来的小山东 是马尾到马祖的福奥 那我们在104年的12月23号 开通了马祖白沙到福州的黄崎 航程只要20到25分钟 这条便捷的航道 可以更加速两岸的交流 对于打造便捷的两岸的一个交通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那这个小山东的开辟 对马祖是有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我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小山东 能够促进两岸的经济 贸易 体育 文化的交流 能够打造一个更进步繁荣的马祖 上次我跟金门县长 陈伟委县长谈到金门 当然现在想马祖 在两岸关系里面的定位 你们怎么扮演中记者的角色 扮演什么角色 我想过去是战地前线 那都是已经变成历史的 也是历史的教训 我们不希望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在未来 我们希望两岸要互相交流 共创双赢 那马祖必定是会扮演很关键性的角色 那我也希望说 不管是蔡英文总统 或者跟大陆交往 我都觉得说两岸要示范出更多的善意 但是马祖可以很多的政策先行先事 打造一个更便捷 更没有距离的一个 具体 比如说陈伟委县长跟我说 他已经直接邀请向蔡总统 赖院长去了 就水头港的扩增建设 还有很多文教园区 我们现在直接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让总统跟院长听到 马祖在两岸三通里面 或者两岸关系里面 最需要的基础建设是什么 或者政策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政策是要冲绑 要减少管制 因为现在两岸都有太多的管制 人员的往来 证件的申请 以及货物的往来 税的一个限制 都是限制两岸发展 我是觉得应该要更开放的政策 打造一个没有限制 或者更开放的 比如说变成一个免税岛 或者说变成一个两岸的经济示范区 让这样子一个更活络的 更热络的一个经贸经济活动 打造一个两岸更紧密的关系 创造双赢 我觉得这需要两岸领导人 我希望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 两个礼拜前 金门县举行赌博的公投 所有的公投 赌博了 没有过关 我记得马祖临江县是有公投有过关 那请问我想这个后续反而很 华人文问了 我也看到新闻说 你们当地人说我们赌博公投过了 结果中央政务不配合 就形同俱为 这问题后来后续怎么样 这个赌博公投 我想博弈公投 虽然说马祖是过了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立法院的 这个博弈法还没有通过 母法还没有过 所以说是没有办法去推动的 但是就整个马祖发展之后 当年就是因为博弈这个是 蛮有争议或者冲突性的一个社会议题 你不管是赞成或者是反对的 比例都很接近 这是一个非常冲突性的问题 那既然在这个母法没有反应 依据的状况下 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操制在我 我是努力去改善马祖的环境 以马祖的特色 马祖迷人的地方 发展观光 发展产业 反而让民众就觉得说心情向荣 他反而不会觉得说 那么急迫的在想这个博弈这件事情 我有看到新闻报导说 事实上很早就有旅游集团进驻的件事 后来都是已经几乎都是离开了 都离开了 对 都离开了 因为政策不明 对 政策不明 是 那你个人认为怎么做 因为既然你们已经有法源 但是母法没有通过 你未来怎么来补强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希望 就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能够更明确一点 但是在地方政府 我觉得这个部分 已经没有办法操制在我 那我觉得还是把操制在我 把地方建设 地方资源 或者地方的产业发展 地方的观光发展 因为这两年我观察 由于马祖观光 蓬勃的发展 带动相关的产业 几乎各行各也是惺惺向荣 反而民众对于博弈这件事情 是见趋淡万 我只要跟这些比较偏向的 县市所长邀访 我要叫他们的幕僚都充分准备 因为他觉得这是最好的机会 面向全国 其实我们这节目面向世界 我们在海外非常多的 我们或者是华侨台角都在看 事实上在留意县长的领导之下 马祖的旅游人口大幅增长 第二 全国平均说明 86岁 刚刚讲我都记得 马九的营收增加 变成很重要的收入 我想这个问题我要请教你 这是你的强项 也有很多挑战 一 交通量的不足 对外交通 空跟海 第二 基础建设 也就是海港的基础建设 第三 需要增设 机场仪降设施 跟夜航 像我本来 以为现场要 谎谈完就回去 说没有夜航设备 所以不回去了 你们的强项 跟需要补强之处 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 向中央政府 向所有的我们的观众来报告 是 我想现在马祖是一个 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地区 它是一个充满魅力 就是脱下它 占地神秘的面线 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非常适合去旅游 去度假 但是它有一些瓶颈 有一些困难 就是它的基础设施 以及它的交通 运量运能不足 那目前马祖 只有一家补公司 如果说有两家航空公司 它的旅客成长 一定是立即增加 三层到五层 另外马祖有两座机场 我们马祖最大的两个岛 一个是南甘岛 一个是北甘岛 它有两座机场 但是两座机场 都不是非常标准的 三溪机场 更不要说是四溪机场 目前民害局正在做 两个机场的改善评估计划 每一个机场的改善 都要一百多亿 那我们向中央就建议 就前几天 10月28号 我们行政院赖院长到马祖 我们跟他报告 其实马祖一定要加速基础建设 改善交通 提升整个马祖的竞争力 那我们希望说南北甘距离最近只有三公里 三公里只有三千多公尺 我们希望能够盖一条南北甘跨海大桥 就3.16公里 这个桥大概需要预算是110亿 但是这个桥盖起来以后 两座机场就可以废掉一座机场 就整合一座机场 就省下一个机场的一个改善费用 也是一百多亿 另外一座机场 它的土地四处 几十公顷的土地 土地价值就几十亿 同时它可以发展观光旅游相关的产业 那所以说这座桥 对马祖来说真的是百年大忌 我们是马祖关键性的基础建设 那它不仅仅是解决交通的问题 更重要的 它是扩大整个马祖的一个轴心 提升整个马祖的竞争力 整合这个资源 减少政府的投资 除了改善之外 所有的民生 医疗 水 电 通讯的连结 都可以更便捷 就减少政府的投资 更重要 它可以发展整个观光产业 提升整个马祖的竞争力 打造一个非常有竞争力 非常进步繁荣的这个马祖 我想这个南北干大桥 是目前我们马祖发展的 很重要的一个百年大忌 那10月28号 赖院长到马祖的时候 他说马祖真的太美了 他说马祖真的太美 他对马祖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他说马祖目前是三缺一 马祖他说旅游资源 生态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适合发展 变成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旅游度假地区 这是一 二 他马祖的地方政府 觉得我们县政府 执行力非常的强 而且府会和谐 又在立委的协助下 我们的执行力是非常有效率 他觉得说执行力没问题 缺的是中央政府的支持 他觉得说中央政府的支持 是不够的 那赖院长这样子说 他未来会对马祖的各项基础 真的是大力的支持 包含我们3000吨的交通床 国际艺术导计划 智慧城市计划 我们的综合体育馆等等 即使现在这个南北干大海桥 他也请交通部在两个月内 做好一个评估 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想这是所有我们马祖相亲 一个期待 一个梦想 一个愿望 赖清德院长跟刘正英县长 有共同的原因 两位都是医生出身 而且都是学习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就是怎么做 市政规划 我手上两本书 就当做马祖学的 每日一书 《临江县综合发展计划》 马祖2030永续发展白皮书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位县市长 包括中央政务所长提到2030 马祖先行 以认为偏僻的地方 他走在最前面 观念的君主 就是未来的君主 我会未来邀请 正英县长不断来谈 大家互相刺激 互相良性竞争 看看乃至 我们认为偏乡 是怎么努力地运用所有的资源 把它极大化 我相信未来我们会 真的像闽东建筑 海洋生态 各种 坑道文化 我想我们会继续来 包括各种旅游 我希望如果重大旅游活动 或是各种 重大的文化活动 邀请来促销 我们一起来努力 感谢县长 谢谢 谢谢也夫大人 谢谢